你好 欢迎来到AI学团的频道 我是小林 有很多粉丝问我 平时呢 我是怎么样做视频的 用什么软件拍摄 用什么软件剪辑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视频制作过程以及配套的软件 主要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拍摄 第二部分是剪辑 拍摄的话比较简单 我自己是在麦克上用Screen Vlog这款软件 它有两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呢 是它可以同时录制多个媒体员 比如说呢 我可以一边拍摄人像 一边录制电脑的桌面 或者说你指定的某一个流氧器的窗口 它可以制定义添加我们要录制的对象 并且呢 它会进行分层录制 在你导出的时候呢 它也是可以一层一层的导出的 第二个优势呢 是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 你可以随时暂停 比如说 现在我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突然卡壳了 需要重新去整理一下思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先暂停 等我整理完思路以后 再点击继续录制 这样的话呢 就会把这个录制门槛 降低一点 相对来说会轻松一点 你不用记那么多内容 而且这样录制出来的媒体员呢 他们的时产呢 一定是一样的 剪辑的时候就很方便 不用进行轨道堆积 OK 接下来呢 就是重点部分啊 主要是剪辑 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我在做视频过程当中 花费时间 最多的一部分 虽然大家看到的内容 可能就只有十几二十分钟的样子啊 但是一般来说 原视频都会比较长 短的呢 也有三四十分钟 长的呢 一个小时 甚至超过一个小时的都有 这些内容呢 都要我人工一道一道的去剪辑 所以呢 会非常非常的耗时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在挖掘工具 想利用一些工具来节约剪辑的时间 直到最近呢 我真的发现一款不错的AI剪辑软件 它帮我省了很多很多时间 特别是像我这种做知识 做教程类的博主 因为不是对在文稿直接拍 那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难免就会有一些重复啊 卡顿啊 以前呢 我是要人工一刀一刀的去删除 那用了这个软件以后呢 它可以直接用AI分析 一键帮我把这些片段全部删除掉 快速的去完成一个视频的 粗简 当然 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功能以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 那么这期视频呢 我就挑选了一些 我觉得比较不错的有代表性的功能 来给大家分享和演示一下这款AI剪辑软件 好 我现在所用到的剪辑软件啊 叫Fimula 它主打的就是将剪辑与AI结合啊 像它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这种AI功能啊 比如说这种AI协同编辑 它在这个软件里面呢 去加入了一个 AI 就是当你在编辑的时候 你找不到哪个功能 或者说你不知道这个功能怎么用 那么你都可以通过这个AI 去给你提供AI问答的一个服务 然后包括下面 AI基于文字的编辑啊 这个功能也非常非常的重磅啊 就是我们可以像编辑文字一样啊 去编辑视频 这个功能我自己非常喜欢 然后像其他的像AI生成数量图啊 AI直接绘图啊 以及AI生成背景音乐啊 等等这些功能啊 都非常方便 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它 财单栏这边啊 所具备的一些AI功能 AI 然后AI文字形编辑 AI生成音乐 AI转影片 然后人声移除 这个所指的意思呢 就是说假设你在编辑一个视频的时候 它是有人声又有背景音乐的 你只想保留这个背景音乐 不需要这个人声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AI工具啊 把人声移除掉 然后这边呢 还有AI 硕裂图生成器 AI生图 也就是它这个软件里面呢 可以直接进行AI绘画 如果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需要什么样的素材啊 那这个素材你一时半会又找不到 那么你可以采采一下这个AI绘图功能 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啊 AI抠图啊 去除背景啊 等等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款软件呢 主打就是剪辑软件加AI 整体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包括像我视频开头所讲的啊 就是利用AI工具来帮我分析 剪辑片段里面啊 哪些是没有用的内容啊 这个它也是通过AI来去做分析的 对视频剪辑体效 这个啊 我觉得这个软件做的非常好 OK 我们把这个软件下载下来啊 这个呢就是它的软件界面啊 基本上其实这个软件的界面排版呢 跟我们常规在使用的 比如说剪辑啊 没有好大的区别 那么它的优势呢 就是说在传统的剪辑软件基础上啊 然后结合了一些AI的功能 那基于这些AI的功能呢 它就可以大幅的去节约 我们剪辑的时间来提升我们的效率 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我自己常用的几个功能 第一个要分享的啊 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效率神器 在其他软件当中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啊 居然编辑视频可以这样去做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AI文字型编辑 它可以把你的视频啊 识别出字幕 然后呢我们只要直接去编辑这个文字字幕就可以了 当你把这个文字字幕删除完以后啊 它会自动把这个视频片段也给你删除 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首先呢是选择啊 我这个视频的原语言 你这个视频是用什么语言录制的啊 那么你就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语言 OK啊 然后点击这个识别 那识别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快捷的去编辑这个视频 好 这个就是AI文字型编辑器的一个操作台啊 左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的原文件 那么右边的话 它已经把这个视频啊 所有的啊 语音识别成字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是有文案啊 然后其次的话 还有这种一个小国号里面有几个点点点的啊 这几个点点的所代表的意思呢 就是你视频中停顿的部分啊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点 它就会自动把这个时间轴的指针 跳到这个部分啊 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空格的啊 停顿部分 可以就在往下看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这段内容啊 我其实是不需要的 OK 那我就把它选中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下面的这个选择器啊 它自动也把这段视频内容给我们覆盖到了 然后我把文字一删除 它自动呢 把文字对应部分的内容 直接给我们删除掉 通过这个呢 我就可以快速的 在字幕这里 把我不要的内容 直接给它删除掉 进行一个抽捲呢 就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效率就会很高 我自己认为这个工具啊 它的主要使用产品是两个 第1个呢 就是把你不要的内容啊 在这里给它进行快捷的删除掉 那第2个部分的话 就是保留你想要的内容啊 就比如说啊 有些情况下一个视频很惨啊 只是说这个视频当中啊 有一段是你需要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顶部这个检索啊 检索到对应的关键字啊 比如说我收 勒收榜 如果说这个视频呢 我只是要保留跟这个勒收榜啊 有关系的内容 那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呢 我都可以进行快捷删除啊 OK 那当我们剪辑完成以后呢 我们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他就会自动啊 把我们刚才所剪辑的这个片段啊 给我们输入到这个时间轴当中啊 相当于这个视频的一个初简啊 或者这个筛选啊 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 是第2个我产用的功能啊 就是他有一个智能编辑工具 智能编辑工具里面呢 他有两个功能啊 一个是场景检测 一个是去除无声片段 这个场景检测的意思就是说 他会检测你的这个画面 比如说你画面切换了 他就会帮你去识别出来一个场景 只要你画面切换了啊 他就会新增一个场景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根据这个 产景啊 去进行一些剪辑 相对来说也会比较方便 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个去除无声片段啊 他所起到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把这个片段导进来之后 那这里的话 他是可以识别你这个影片啊 他的音质 预值啊 比如说 你希望通过他把一些无声片段给你剪辑掉 进行一个初剪 比如说你是希望音量低于10的片段啊 直接给他剪掉 那你就把这个值给他设置一下 好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值啊 最小持续时间 以及这个缓冲区域 缓冲区域的意思呢 就是他剪辑啊 前后会给你预留多少啊 那你有一个缓冲区域 不至于这个视频剪辑完前后不协调啊 就是类似一个过渡的意思 你可以根据你视频的一个实际情况啊 然后来调整 上面这些参数 找到一个合适的参数比例 然后点击这个分析 他就可以快速的帮你把视频当中啊 一些停顿的啊或者空格的部分啊给你剪辑掉 OK啊 可以看到可能几秒钟就已经帮我把这个加进40多分钟的一个视频啊 帮我啊已经剪辑完成了 OK当你检查没有问题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啊 他就会自动啊 把所有剪辑完成的 帮我们啊输出到这个时间轴 所以这个功能也是我自己在剪辑过程当中产用的一个功能 相对来说呢这个对效率提升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既然呢是第3个功能啊 就是这个 Fimura这个平台啊 他 在这个剪辑软件里面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剪辑的Copeland 呃我对这个功能的理解呢就是他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剪辑辅导老师 当你有需求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操作 或者说找不到操作的地方的时候 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啊直接通过问题的方式告诉他 他会直接把你的需求啊转换成对应的操作步骤以及操作按钮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就特别的优好 相当于就是说把一个AI对话工具 直接嵌入到AI剪辑软件当中 去辅导你帮助你啊完成剪辑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想给这段内容增加一个转产效果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转产效果在哪里加 那么我发送这个对话 大家就可以很快的告诉我啊 这个转产效果啊是可以在视频编辑界面 转产选项卡当中找到我所需要的转产效果 然后他还很非常贴心的啊把这个操作步骤啊直接放到下面这个操作按钮 也就是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啊 他可以快捷的帮我们导航到这个对应的操作位置啊 这个呢就是Coplander的作用啊 除了上面我所说的这几个比较主要的AI功能以外啊 现在这个软件呢他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小AI功能啊 也说他这边有这个AI绘画 我们可以在这个剪辑软件里面啊直接进行AI绘画 而且他生成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我点击这个AI绘画 那么他就会跳出这样一个操作台啊 在上面呢我们只要输入我们的Planter啊 然后下面输入这个画面的比例大小 以及这个画面的风格啊 那么他就会自动在这软件里面来帮我们生成这个AI图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几张图片呢就是我用Fimura啊 所生成的一个效果 除了绘画以外呢 比如说你要在你的这个视频当中啊去添加一些背景音乐 但是呢你又担心这个版权问题啊 同样呢这个Fimura啊他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 这个啊AI音乐生成工具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直接啊在线生成我们所需要的工具 你可以选择你这个音乐 所需要的时长啊 生成多少个音乐供你选择 然后这个音乐的风格啊都是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直接操作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啊像常规的一些剪辑软件里面有的啊比如说利用AI生成文啊啊或者说这个 一键成品啊等等啊 这些功能 Fimura他都是包含在内的 当然除了这些AI功能以外啊 我觉得里面还有几个常规的功能啊 也是我觉得很实用的啊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功能呢是这个录制功能啊 其实像我们在剪辑的过程当中啊 可能时长啊某一个片段我们需要去补充一些素材啊让画面写的不那么单调 那像以往的话我是要在电脑下去下载另外一个这个录屏软件 然后把素材录制完以后再导入到剪辑软件 大概是这么一个操作不择 但是用了这个Fimura啊 他直接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录制工具 假设是说啊你现在要往这个片段里面啊 去添加一些素材啊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录制 首先是可以选择摄摄像头 那么也可以选择这个 这个啊录制屏幕啊或者说录制这个花外音都是可以的啊 我以这个录制屏幕为例 点击完以后呢他就会跳出这个录制屏幕的一个操作界面啊 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全屏幕啊 自定义或者说你指定的这个浏览器窗口啊 他就会跳出这样一个选择框啊 就是说你要录制哪一块屏幕 比如说我现在是要录制这一个视频片段啊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边框啊拖到这里啊 完事以后呢直接点击这个录制 当录制完成之后啊 他就会自动把我们刚才录制的这个视频素材啊 导入到我们这个素材库里面去啊 那么我们直接拖下来就可以直接进行快捷的使用 然后第二功能其实我觉得这个平台它的这个智能扣图啊也很强大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数字能给它拖进来 它这里呢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一键扣向的功能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选中这个片段啊 然后它是有这个绿幕扣向 然后智能扣轮向啊 还有这个就是手动去扣轮向 绿幕扣轮向比如说你的背景是绿色 那么点击这个它一键帮你扣出来 那这个智能扣轮向的话啊 比如说我操作一下 它就自动帮我把这个背景啊给我扣除了 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手动扣除的啊 其实也蛮方便的我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是要保留 呃人像那我就把这个笔刷刷下这个人像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人像的区域啊自动框选出来 好我点击保存 可以看到啊它也帮我把这个人像扣出来了 好接下来呢是第3个功能啊就是 它可以自动吸附多轨啊 但这个功能其实在我原来用剪映的时候是比较痛苦的啊一直没有解决 像我在录视频过程当中因为我是双轨嘛 呃第1个轨道呢我是会显示这个电脑桌面 然后第2个轨道呢是会显示我的人像啊 原来简映呢它是不会有自动吸附的功能 它最多是吸附的这个底轨 然后第2个轨道甚至第3个轨道它是不会去做自动吸附的 那么femoral这个软件啊 它就可以做到自动吸附啊 比如说现在我把这两个轨道拉回来之后 它自动就把右边的轨道给我贴合过来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多轨的简介来说啊 这个功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方便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使用的小功能 呃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个femoral这个平台 它不管是在AI工具这一方面啊 还是在一些这种啊小功能这方面 它真的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致啊 特别是对于效率提升这一块啊 好那上面呢就是关于我对femoral这款软件的一个啊使用分享 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这个工作剪辑需求啊 来对比一下啊这款软件好不好用啊 供大家借鉴和参考一下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 感谢观看